我国明年初即将迎来新的国家元首 即将接位的柔佛苏丹伊布拉辛陛下誓言 他将以全体3300万国人的利益为先 陛下形容我国社会目前面临分裂病毒 政党领袖为了争权夺位 制造纷争 破坏百姓的团结 他强调国人必须相互包容彼此尊重 柔佛苏丹伊布拉辛今天迎来65岁诞辰 明年1月就任国家元首在即 陛下在华旦县词中语重心长 希望看到国人团结 国家进步 陛下说 就如他早前在柔佛巴西古当说过 我国已受到一种病毒感染 这种病毒就是分裂 政治领袖为了追求权利和个人利益 不惜争吵 侮辱 散播诽谤言论 破坏人民团结 因此伊布拉辛陛下表明 他出任第17任国家元首之后 重点将是以3300万国人的利益为优先考量 而不是维护222名国会议员的利益 陛下还形容 从柔佛苏丹到国家元首 这不是一种升级的表现 而是多了一项附加责任 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陛下也重申 国人需要团结一致 所有领袖更应该相互尊重和包容 共同守护人民福祉 而在伊布拉辛陛下出任国家元首期间 柔佛王储东姑伊斯迈将受委成为柔佛摄政王 东姑伊斯迈今天在父王华旦的庆典上 也宣读誓词 除了代表所有王室成员以及柔佛子民 恭贺父王受委国家元首之外 王储也对陛下宣誓效忠 感谢父王所给予的教诲和爱戴 伊布拉辛陛下则说 接下来的这段时间 摄政王将肩负其保护柔佛和州内子民的责任 而他本人虽然将入住国家皇宫 但陛下强调他不会永远住在吉隆坡 而是会经常回到州佛 因为这就是他的家乡 编离联同 感谢观看